苏联文学名著 连环画 静静的顿河 第四部 原著 肖若霍夫 绘画 黄云松 张昌巡 驻守在顿河左岸的哥萨克叛军 隔阂跟红军相持了一段时间后 开始松懈起来 尤其是大雷村的哥萨克 一到黄昏 妻子们便带来食物和酒 普世里一片歌声 妇女的尖叫声 男人疯狂的笑声 一天夜里 装载着红军的木筏 悄悄渡过了顿河 突然向叛军的战壕和土士冲去 大雷村的连队被打垮了 仅仅靠着漆黑的夜晚 才算性免了遭受全军覆灭的下场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 葛丽高里承担了全面指挥战斗的任务 他抽调部队增强了防务 并亲自带着两个骑兵连 星夜赶到大雷村附近 准备在天亮后向渡河过来的红军发起冲锋 天刚蒙蒙亮 葛丽高里得知达达村的连队抛弃战壕开始逃跑的消息 就带领半个牌的骑兵前去堵截 他追上跑在头里的赫里斯托尼亚 对着他的脊背就猛抽了一边 大部分达达村哥萨克都站住了 只有一个人还顽固地向前跑着 葛丽高里没有功夫去仔细辨认 离老远就喊 站住 狗崽子 那人突然停住步 回过身来怒吼 你的亲爹是狗崽子吗 葛丽高里跳下马来 笑着走到父亲跟前 和解地说 爸爸 别生气 你穿了这件新棉袄 我认不出来 接着 他提高嗓门道 我命令你回去 战斗的时候如果违抗首长的命令 你知道军法上是怎样规定的吗 达达村的人给降服了 他们排成双列纵队走回战壕 跟在潘台来身后的一个老头子说 喂 上帝给了你一个英雄的儿子 潘台来得意地点点头 这小子完全像我 简直比我还要狠 黎明时候 红军的散兵线在浓重的雾气中向越深思客方面冲了过去 他们被一片水洼地所阻 而且受到了躲在林子里叛军机枪的猛烈扫射 队伍有些混乱了 一部分红军跳上了挤得满满的木筏划走了 其余的被紧逼到顿河边 拼命抵抗 最后 他们高唱着国际歌 发起了一次反冲锋 全部牺牲了 葛丽高里立即率领着两个骑兵团 浮水过了顿河 和和白军会合了 越深思客镇的军官俱乐部里 汉军司令部为庆祝会师 举行了庆祝宴会 白军将领谢科列侨夫最熏熏地说 如果没有我们 红军早把你们消灭了 你们曾经和布尔什维克和平共处过 要将功赎罪 库金诺夫至达辞了 但谢科列侨夫几次打断他的话 你们去过红党那儿 因此对你们的信任是有限度的 有点罪意的葛丽高里忍无可忍地站起身来 心里想 哼 我们给你们干也有一定的限度 他走到台阶上 吸了口新鲜空气 痛苦的环境逼着我们和这些老爷们合作 不然的话 连他们的胃都不愿闻呢 他现在骂人 以后再掐你的脖子 我知道合作的结果会怎么样 他边想着边朝门外走去 他摇摇晃晃地朝阿克西尼亚的姑母家走去 没有敲门就走进了内室 出乎意料地遇到冤家对头斯气潘 他们尴尬地沉默了好一阵 葛丽高里才向斯气潘走过去问 你老婆在哪儿 你是来探望他的吗 是的 葛丽高里叹了口气 坦白地承认 他去买福特加了 请坐 等等吧 阿克西尼亚打酒回来了 他走到桌子边 认出了葛丽高里 使出很大劲才说 您好 葛丽高里攀台来围棋 你也来喝一杯 我不会喝酒 如今我什么都知道了 为了贵客的健康喝一杯吧 为了祝他健康我喝一杯 阿克西尼亚响亮地说 一口气就把那杯酒喝下去了 葛丽高里几次想要走 但是他害怕斯气潘会把他的逃走当作胆怯的表现 自尊心不允许他离开阿克西尼亚 把他让位给斯气潘 直至传令兵来找他 他才站起来和斯气潘握了握手 葛丽高里又抽空回到了达达村 他把两个孩子抱在自己的膝头 似乎觉得两个孩子的头发里散发着太阳 青草和温暖的枕透气味 他是个很少动感情的人 这一回却流出了眼泪 在吃午饭时 葛丽高里警告妹妹 从今天起望掉柯晒我一 如果你再提到他 我就像撕赖蛤蟆一样 把你撕开 杜尼亚西家倔强地说 哥哥 我是没法子对心下命令的呀 太阳落山以前 葛丽高里修好篱笆 来到纳塔利亚的身边 他打扮得干干净净 穿着高领衣服 为了不让他看见脖子上的伤痕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一阵温柔的巨浪猛烈地袭击着他的心 第二天 纳塔利亚带着孩子送丈夫到大门外 孩子们拉着他裙子边哭边说 别放他走 好妈妈 打仗会打死他的 好爸爸 你别上那儿去吧 葛丽高里还从来没有在那么可爱的早晨 怀着如此沉重的心情离开村庄过 夜里 葛丽高里在离梅德越刺客河口镇不远的河湾村 找到了自己的师部 参谋长考佩洛夫等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 立即向他汇报了前线的情况 红军正坚守梅德越刺客河口镇 集中了近4000人的兵力 葛丽高里接过 白军师长飞次哈拉乌洛夫将军 要请他们第二天 去开军事联席会的通知 挥挥手说 睡吧 现在将军们就要替咱们考虑问题了 咱们明天到将军那儿去 叫他教导我们这些可怜虫吧 义晨 飞次哈拉乌洛夫将军见他们来到 冷冷地点点头 低沉地说 起义军的游击战争结束了 要把你们的队伍边进盾河军去 昨天你们为什么不听命令 谁是你们所谓的师长 是我 葛丽高里滴滴滴滴回答 我昨天有点是回家了一趟 师长在作战的时候回家 师部简直变成窑子了 你们不是军队 是匪帮 葛丽高里先生 你只配当一个马辩 我请您别对我大喊大叫 葛丽高里长红了脸 站起身来 用脚踢开凳子 大人 如果您敢用手指头动我一下子 我就当场把你砍死 寂静之中 飞次哈拉乌洛夫嘟弄着说 脾气发过 就完了 请坐吧 请您把全部骑兵调到东南地区去 不行 这太费时间 您拒绝执行我命令 现在请您立刻把指挥全交出来 我服从起义军总司令库金诺夫的指挥 您指挥一个师 我也指挥一个师 请您别对我指手画脚 葛丽高里说着起身告辞 飞次哈拉乌洛夫愤愤地说 关于您的行动 我立刻向军部报告 别吓唬我 我不是胆小鬼 葛丽高里砰一下推开门 走了出去 考佩洛夫追上去劝他 你疯了 这件事将够你受的了 葛丽高里甩开他的手 响亮地招呼传令兵 代码 葛丽高里离开白魏军师部后 直接来到前沿阵地 白军枪弹充足 打得很勇敢 他的部队枪弹不足 士气也不高 一种冷淡的心情控制了他 他不愿和红军讲和 也不愿带白军送死 让他们去打吧 他幸灾乐祸地想 葛丽高里走到一处山岗下面 独自躺了下来 这是第一次直接避开参加战斗 不久以前 他对自己 对受他指挥的戈萨克的生命毫不吝惜 但现在有点改变了 他从来没有觉得战争是如此无聊 割草季节到了 达达村的哥萨克又在草原上盲开了 在割草回村的路上 达利亚突然嫉妒起纳塔利亚来 心想 他又有丈夫又有孩子 可是我呢 想到这儿 他冲口对纳塔利亚说 你记得今年春天葛丽高里回家来探望的那一次 葛丽高里又到他家去了 纳塔利亚一声不响 把自己那张被痛苦弄得很难看的脸藏起来 葛丽高里率领着自己那个师 参加了沙石金附近的战斗 俘虏了近200名红军 他走进司令部 正碰上新任参谋长安德烈阳诺夫上校 再审问一名红军连长 这位红军连长拒绝回答问题 而且嘲笑了上校的一些观点 这使葛丽高里很高兴 因为他也讨厌这个口若玄和 不学无数的上校 当上校准备把手枪时 他挡在中间 行了 你们都是脾气暴躁的人 我不准这样做 安德烈阳诺夫怒吼了一阵 终于把枪插回了枪套 我不愿弄脏我的手 葛丽高里笑了 我早就检查过您的手枪了 您对武器保管的真糟 枪塘里没有子弹 而且至少两个月没擦了 把红军连长压走之后 安德烈阳诺夫不满地说 您勇敢地保护这个讨厌鬼 还当着他的面嘲笑我 看样子我们很难合作下去 我也是这样想 葛丽高里淡淡地回答道 在顿和军司令部的余裕下 汉军进行了改组 葛丽高里被提升为中尉 但却撤去了师长职务 降为十九团第四连连长 在离开师部时 哥萨克们成队的恋恋不舍的前来 和他握手道别 葛丽高里一到十九团报道 团长就交给他一份电报 说 衣服上发生了重大的不幸 我给您一个月假期去处理家务 电报上说 纳塔利亚死了 原来 从达利亚嘴里听说 葛丽高里和阿克西尼亚重修救好之后 纳塔利亚一连几天都像是在做噩梦 终于 他忍无可忍 去询问阿克西尼亚 阿克西尼亚坦白地说 这一切都是真的 村里人不是乱说 你妨碍了我一辈子 纳塔利亚露出一种 从未有过的镇定神情 你这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阿克西尼亚的脸色灰白 不 我不是水性洋花的女人 葛丽莎是我唯一的亲人 如果她能活着回来 就让她在你我之间挑选去 第二天中午 纳塔利亚和婆婆去图景跟前挤水 把这事告诉了婆婆 她心里积聚的全部苦闷 爆发成一阵抽搐的哭泣 葛丽高里上次回家后 纳塔利亚又怀孕了 她决心不再为她生孩子 悄悄走出村子 直至深夜才回家来 她对钱来搀扶她的婆婆说 请替我擦洗一下身子 我把孩子剁掉了 就是血流的太多 我头晕得厉害 纳塔利亚失血过多 潘台来赶着牛车请来了医生 医生看了一下 毫无希望地挥了挥手 到中午时后 纳塔利亚死了 等葛丽高里赶回家来 纳塔利亚已经埋葬三天了 她抱住走出大门来迎接她的孩子 用颤抖的声调说 别哭叫 别流眼泪 我的亲爱的孩子 变成没有母亲的孩子了吗 母亲把葛丽高里叫到里屋 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她不想生孩子 是因为不久前去看过阿克西尼亚 什么事都知道了 是这样吗 葛丽高里的脸障得发了紫 低下头去 葛丽高里的痛苦 不仅是因为后来逐渐爱上了纳塔利亚 还因为觉得她对她的死是负有责任的 如果她活着时来一次威胁 带着孩子回娘家去 如果她非常仇恨她 大概后悔的心情就不会这样强烈了 葛丽高里只能用劳动 来忘却心头的伤痛 她在家里余了两星期的活 和孩子们混熟了 她对他们的依恋感情 更使她怀念起妻子来 于是 她决心立刻回前线去 不然 她会憋死的 在这两星期中 她只见到过阿克西尼亚三次 她透着女性固有的聪明和激警 尽量避免和她见面 她明白 最好别碰到她 现在她的感情稍有不慎 就会使她反感 只是当她离村时 才向她挥了挥手 一路上 葛丽高里遇到不少开小差的哥萨克 他们都不愿意打到顿河以外的边境去 认为那是俄罗斯人的事情 葛丽高里望着这些人的背影 更觉得自己要走的路迷茫极了 达丽亚自从丈夫死后 生活放荡 害上了梅毒 觉得一切都完了 在葛丽高里返回前线十多天之后的一个黄昏 她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去顿河里洗澡 游出去很远 然后高晴两手向岸边的人喊道 永别了 大嫂们 接二连三的灾祸 是潘台来变得喜怒无常 她会突然把修理的马厄砍得粉碎 或是把一头闯进菜园的小猪打死 每逢这种时候 老伴反会安慰她 打吧 咱们能挣回来的 这样一来 潘台来反而泄了气 9月份 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红军推进到了顿河沿岸 潘台来只好做第二次撤退 她让杜尼亚西家到一个亲戚家去避难 自己带着老伴和格力高里的两个孩子 向顿河队上岸撤去 10月初 斯大林到了南方前线视察后认为 进攻顿河流域 只能使哥萨克为保卫自己的村镇 而团结在白军周围 红军应该改变战略计划 向顿巴斯进军 列宁批准了斯大林的计划 并由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 红军开始撤离顿河地区 从沃隆叶石一带经过哈尔科夫 向顿巴斯和罗斯托夫推进 汉台来亦得到红军撤退的消息 立即带着家眷返回达达村 杜尼亚西加也回来了 在村道上 他们遇到了一辆马车 车上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三个阵亡的哥萨克 村子里响起了送葬的钟声 汉台来站在自己家残破的篱笆跟前 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怖 也许被枪弹打死的葛丽高里 现在也躺在什么地方吧 上帝 可别这样啊 不久 葛丽高里果然被马车送回来了 一家人惊慌失措地迎上去 传令兵大声安慰他们 别害怕 他活着哪 他正在害伤寒病 去找医生的杜尼亚西加一跑出大门 就遇到了脸色苍白的阿克西尼亚 他那痛苦的神情 使杜尼亚西加不由自主地说 他活着哪 他害伤寒病理 直至11月底 葛丽高里才摇晃着身子起了床 因为剃光了脑袋 只好和和孩子们在屋里玩 女儿老缠着他 我想妈妈 难道他死了就不再来看看咱们了 葛丽高里的眼里涌上了泪水 疾病使他的意志脆弱了 儿子却喜欢谈论战争 他时常纠缠父亲 问一些父亲也难以回答的问题 怎样打仗了 红军是什么样的人了 用什么打死红军了 为什么打死他们了 一遇到这种情况 葛丽高里总是烦恼的训斥儿子 住口 馋人鬼 但是战争每天都要使人想到他 从前线回来的哥萨克们来探望葛丽高里 带回了一些很不利的消息 石库洛和马蒙托夫已经被布琼尼的骑兵打垮了 这一回红军真的要把我们赶下海了 不久之后 形势果然发生了变化 达达村的哥萨克准备第三次避难 葛丽高里连返回部队的前一天黄昏 突然去找阿克西尼亚 要他跟自己一起动身 阿克西尼亚兴奋的说 跟你上天边去也干 我什么都不管 传令兵驾驭着马匹 葛丽高里和阿克西尼亚坐在爬梨上出发了 他觉得眼睫毛上的白霜有一种使他痒酥酥的冷气 他笑了 因为长久以来就是他念念不忘的 那种幻想十分突然和奇怪的实现了 顿河北方的市镇都往南方移动了 大批难民涌向马内气 整整十几天 葛丽高里未能找到自己部队的下落 更糟糕的是 阿克西尼亚像是害了伤寒病 开始发高烧了 我病了 阿克西尼亚早就忍受着一路上的痛苦 这时担心的问 你会扔掉我吗 葛丽高里急得心如火焚 真是混蛋 我怎么能把你扔掉 阿克西尼亚终于支撑不住 昏迷了过去 葛丽高里只好找了一家房主人 把身上的钱全部掏了出来 要求他们暂时收留阿克西尼亚 一月底 葛丽高里在白年土村 遇到了一些因害伤寒病 留在那里的同村人 方知逃难的父亲刚在前一天害病死去 他立刻来到父亲遗体边 默默地跪了下来 埋葬了父亲之后 葛丽高里再次害病 现人了昏迷状态 传令兵想把他留在一个村子里 但他坚决而又难难地说 拉着我走吧 在我还没死的时候 在叶卡奇林诺达尔 传令兵好不容易找到了 葛丽高里以前的几个同事 他们把他送进医院 住了一个星期 他才开始慢慢恢复 葛丽高里病好了之后 和阿尔科夫等同事 准备挤上撤离的船只 但白军不让他们上船 气得他们直跳脚 现在用不着我们这些哥萨克了吗 回到驻地后 一种被人利用 欺骗和丢弃的心情围绕着他们 有人狂饮 有人高唱 有人乱跳起哥萨克舞来 葛丽高里静静地站在台阶上 他已看到了红军进攻的信号弹 在马尔霍特斯克山岭后 升到了天空中 1920年的春天到来了 恢复了健康的阿克西尼亚 跋涉了半个多月 回到了自己家里 葛丽高里的母亲立即向他询问 我们家的葛丽莎 他怎样 你和他在什么地方分的手 他还活着吗 阿克西尼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告诉了他 老人也告诉了阿克西尼亚 葛丽高里父亲死后 他们一家回村的情况 对葛丽高里生命的共同担心 是他们亲近起来了 由于杜尼亚西家的邀请 阿克西尼亚帮他们一起进行田里的劳作 杜尼亚西家热情地说 到我们家来 和我母亲聊聊天 他会轻松一点的 你用不着躲避我们 他们在一起常常议论葛丽高里的下落 7月初 葛丽高里的传令兵普罗霍尔回到达达村来了 阿克西尼亚扔下奶牛 抢出院子拦住了传令兵 他说 葛丽高里活着哪 我跟他一起参加了布琼尼同志的第十四师 他已当上了红军骑兵连连长 我们狠狠地把波兰白卫军揍了一顿 他说 我一直要干到能把过去的罪过都赎过来才算完 在一次战斗后 不求你表扬他的勇敢 站在队伍前面 亲自和他握手 你看他干得多漂亮呀 你的葛丽高里 他像是做梦一样听完他的话 然后跑去找正在绿牛奶的杜尼亚西家 一下把脸蛋贴在他的肩膀上 气喘吁吁地说 他活着哪 而且很壮实 快去 快去告诉妈妈吧 在割草季节来到之前 柯晒沃伊回到了达达村 他天天去探望杜尼亚西家 葛丽高里的母亲恨这个人 因为是他枪杀了大儿子彼得罗 但柯晒沃伊便解说 那是打仗 我落到彼得罗手里也一样 柯晒沃伊主动帮他们家修好了篱笆 又帮着修理运草的船 他问 大婶子 要不要我帮着割草 葛丽高里的母亲装作什么 也没有听见 就是不作声 由于过度疲劳 柯晒沃伊在 葛丽高里家的板棚下躺倒了 他浑身哆嗦着 月疾病复发了 葛丽高里的母亲愣了半天 告诉孙子 宝贝尔 拿条被子给这个反基督的小子送去 葛丽高里的母亲当女儿准备跟柯晒沃伊离家之后 才答应了他们的婚事 他边为他们祝福边要他们留下来 我一个人和孩子们怎么过 要送我们的命吗 女儿和女婿留下了 但并没有给老太太带来快乐 他觉得女婿是个外人 他病倒了 只剩下一个希望 等候葛丽高里回来 把孩子交给他 然后自己永远闭上眼睛 在一天夜里 他等女儿和女婿睡着之后 挣扎着走到厂院里去 守福里吧 望着草原的尽头呼唤着 葛丽深家 我的亲爱的 我的心肝啊 你快回来吧 三天以后 他就死了 在得到杜尼亚西家的同意之后 阿克西尼亚把孩子们领到自己家去了 他为孩子们吃饭 叫他们跟自己一块儿睡 他抱住从两面贴到身上来的孩子 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感情 这是他亲人的孩子啊 由于柯晒沃伊有病 不能重返前线 他被任命为村军事委员会主席 妻子小心翼翼地问 葛丽高里当了红军了 要是他回来 柯晒沃伊冷冷地回答 我要追究他的罪行 杜尼亚西家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葛丽高里来了封信 说他又受了刺伤 这次伤愈后就可能复原回家了 他把信的内容告诉了丈夫 丈夫坚决地说 咱们搬我家去 叫他一个人住在这儿 把财产分开 葛丽高里回来了 暗科晒沃伊的意思 杜尼亚西家把普罗霍尔也请来陪同吃饭 他一进门就拉住 葛丽高里敲声问 干到什么职位了 副团长 为什么放你回家了 葛丽高里脸色阴沉了 他们用不着了 吃饭时 杜尼亚西家把阿克西尼亚也叫来了 他和他们共饮了一杯酒 就匆匆告辞出来 他要一个人去想想心事 去体会那种突然而来的幸福心情 普罗霍尔走了之后 葛丽高里和科晒沃伊开始了不愉快的对话 你好像不欢迎我 对咱俩是敌人 从前是将来还会是 为什么让你复原了 因为不信任你 事情已经很清楚 老兄 那么你信任不信任我呢 不信任 你必须在明天赶到月深思客去登记 你居然变成一个这样的坏蛋 科晒我伊 你别骂我坏蛋 我对这种腔调是听不惯的 第二天一早 葛丽高里自己划了一条小船去顿河对岸的月深思客 他来到了区军事委员部 一个秘书看了他的证明后告诉他 您到顿河肃反委员会的政治局去一下 您从前当过军官 要上那儿去登记 葛丽高里犹豫了 他怕被关押起来 正在街上执逐时 遇到了哥哥的老同事佛明 佛明现在是月深思客骑兵守卫连连长 他低声劝告 葛丽高里 有些地区又发生了暴动 我要出发去镇压 你赶快离开这 葛丽高里 葛丽高里思想斗争了好一阵 心想 好汉做事好汉当 于是来到了肃反委员会政治局 经过了填写许多表格和询问 工作人员叫他六天之后去办第二次登记手续 阿克西尼亚收拾了屋子 准备了许多好吃的东西 足足盼了葛丽高里一整天 当他从杜尼亚西家处得知葛丽高里去月深思客登记 并有可能一去不返的消息时 有点手足无措了 直到黄昏以后 葛丽高里才回来 他在家里稍待了一会 就到阿克西尼亚家来了 他告诉阿克西尼亚 我的事情不太妙 在暴动时指挥过一个师 又是中尉 他们现在正要把这样的人都收拾掉 葛丽高里觉得和科晒沃衣见面很不舒服 第二天 他带着孩子和一些用品搬到阿克西尼亚家里去 杜尼亚西家把他送到新住所 哭起来 哥哥 请您别恨我 请您别怪我才好 但是 葛丽高里并没有找到太平环境 他试着替阿克西尼亚做点什么 可是立刻觉得什么事也不能做 简直是六神无主的样子 那种娇心的 难以断定的前途使他很痛苦 逮捕 蹲监狱 枪毙 这些念头一分钟也离不开他 三天后的夜里 葛丽高里已经准备睡觉了 杜尼亚西家慌慌张张赶来通风报信 从镇上来了四个骑马的人 到我们家来了 我听柯晒沃伊说 要把你压起来 他们正在商量 你快逃走吧 葛丽高里很快拿了点面包 对阿克西尼亚说 我会很快拖人带信来的 他们要问起我 就说到月深思客去了 然后 他匆匆吻别熟睡的孩子 走出院子去 消失在茫茫血缘中 为了战胜饥饿 苏维埃政府组织了于梁征集队 来到顿河两岸 哥萨克非常不满 月深思客骑兵守卫连的指挥佛明家里 也被征集去拾口带粮食 佛明的父母亲愿恨地向儿子再诉说 我要跟他们算账的 佛明告别了亲人 出了村子 路上 他探寻战士们对于梁征集队的看法 许多战士对此发牢骚 骑兵连公开嚷嚷 取消征梁队 打倒梁氏委员们 佛明和营长卡帕林阴谋暴动 一天早上 在连队出操时 他宣布了叛变命令 如果你们不愿意遭受抢劫 请你们把征梁队从这赶出去 从右面起乘三列 向右转 开步走 他们砍死了四个反对叛变的共产党员 然后兵分两路 一路去攻打守卫帘步兵 一路去夺取机枪帘的武器 但都没有成功 只得悄悄地撤出越深思客 朝东方向开去 葛利高里从家里逃走后 在阿克西尼亚的远房亲戚家 躲了三个星期 但因口粮紧张 又要担风险 房主有了怨言 在一个深夜里 葛利高里踏上了流浪的道路 他刚走到村边 就被三个骑马的人拦住了去路 他们押着葛利高里来到一个院子里 当他被推进屋子后 万没想到在这遇到了佛明 佛明亲切地伸手欢迎他 并且说 我们已经不给苏维埃当差了 我们要把哥萨克发动起来 然后和苏维埃谈判 佛明把躺在床上的卡帕林 介绍给葛利高里 然后问 你是否跟我们走一条路呢 总不能在别人家里躲一辈子呀 葛利高里也确实走投无路 咬咬牙 半玩笑半认真的说 参加你的匪方 佛明每到一个村子 就鼓动哥萨克 到了停止养活共产党员的时候了 请拥护我们的政权 头一个星期 佛明还耐着性子 听听哥萨克的反对意见 以后就失去了耐心 差点举起鞭子 抽打反对他的妇女们 春更时节到了 土地在召唤人们去余活 佛明的战士确信这样混下去没有好处 有人就开小差回家了 四月底 佛明匪帮只剩下了八十六个人 留下的都是些无恶不作的匪徒 葛力高里反对他们的抢动行为 和佛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如果你不制止抢劫和酗酒 我就把一半人带走 你试试看 佛明伸手摸枪匣子 但葛力高里早把马刀拔出一半来警告说 你不想要脑袋了吗 佛明屈服了 第二天早晨 他下令到公安带 一个哥萨克不愿扔掉赃物 他用手枪当场把他枪毙了 并大声说 再不许翻箱倒笼了 谁要是违抗命令 也跟他一样处置 一支红军骑兵队伍 紧紧的跟着匪帮 葛力高里已预感到很快就要完蛋了 卡帕林也有同感 建议他夺取领导权 把队伍拉到南方去和别的叛军联合起来 葛力高里冲口说 我不想这样做 我只是个临时客人 一天中午 红军包围了匪帮 葛力高里带着一伙人冲出了包围 逃到了盾河边的树林子里 可他们虽然躲过了红军的追击 但却完全垮台了 只剩下了五个人 夏天 正是盾河涨水季节 河边的一块长满树林的高地 现在成了一个小岛 匪徒们留下马匹 游水到这小岛上 暂时隐藏起来 佛名的一个书国兄弟 每天夜里用小船给他们送来一点食物 日子过得很无聊 大家都想家里的亲人和土地 卡帕林借口要去看病 想离开岛子 差点被佛名掐死 葛力高里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劝开 第二天早晨醒来 葛力高里发现卡帕林不见了 原来被佛名等三人杀掉了 四月底 他们在一个夜里坐小船弯过了盾河 到了鲁别人村的岸边 一个哥萨克青年来投奔匪帮 他说 我要跟你们走 我在家里待得腻死了 十天中 居然又有四十个哥萨克 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这是违反了葛力高里的愿望的 这都是些被击溃的小谷土匪的残余分子 他们每人都带着备用马 因此很容易摆脱红军骑兵的追击 队伍扩大了 佛名要葛力高里担任参谋长 他拒绝了 有一天夜晚 他们来到了达达村对岸 葛力高里再也受不住思乡的苦练 悄悄离开匪帮 带着马一起游水过河 回到了自己的村子里 葛力高里敲开了阿克西尼亚的窗户 从窗户里跳进屋子去 别哭 爱丽莎 葛力高里安慰着他 急急地说 跟我上南方去 到那去找工作 去安家 他要阿克西尼亚叫来渡尼亚西家 葛力高里把孩子托付给他之后 就和阿克西尼亚趁黎明之前离开了达达村 走了一长段路之后 他们在一处土沟的底上找到一小块平地 躺下来休息 葛力高里连日劳累 很快睡着了 阿克西尼亚弯下腰看着他 怜惜地想 你长了这么多白头发 但不久前你还是小伙子呀 当月亮升上来的时候 他们又骑上马赶路了 站住 什么人 他们遇到了征量队的四名哨兵 葛力高里大声回答 自己人 于是猛然拨转马头 对阿克西尼亚低声说 回去 跟着我 子弹在他们头顶上呼啸着 突然 阿克西尼亚向后一仰 又向一旁倒去 葛力高里急忙用手扶住了他 子弹打中了他的胸部 他连哼一声都来不及 在离开村子二里路的地方 葛力高里离开大道 下了马 把阿克西尼亚抱在手里 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地上 黎明以前 阿克西尼亚死在他怀里了 他深信 他们的离别是不会长久的 葛力高里埋葬了阿克西尼亚 觉得再也没有这忙的必要了 一切都完了 他在野外度过了不少烦恼 而又无聊的日子 为了消遣时间 他整天用木头削勺子和小碗 想把这些玩具带回去给孩子们 严冬之后 他终于回到了达达村 站在门外的儿子 认出了这个外表可怕 连病胡子的人 就是自己的父亲 轻轻地告诉他 妹妹得白吼死了 他走上前去抱住了儿子 抱住了在他的一生中 所残留的全部东西 他走上前去抱住了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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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上前去抱住了儿子